陈盛自赦 杨成仁 吴广 自书 杨下仁也 盛少时 常与仁雍庚 绰庚之笼上 怅然甚久 曰 苟富贵 无相忘 雍者孝儿应曰 若为雍庚 何富贵也 盛太息曰 皆忽 燕雀安之鸿骨之至哉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 发屡左树于阳九百人 圣 广皆为屯长 行至其大则乡 惠天大雨 道不通 度以诗期 诗期法斩 圣 广乃谋约 金王亦死 举大忌亦死 等死 死国可乎 圣约 天下苦情久矣 无闻二世 少子 不当立 当立者 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树建固不得立 尚始外将兵 金获闻无罪 二世杀之 百姓多闻其贤 为之其死 项燕为储将 树有公 爱士族 储人连之 获已为在 金城以无众为天下唱 仪多应者 广以为然 乃行补 补者之其旨意 曰 足下是皆成 有公 然足下补之鬼乎 圣 广喜 念鬼 曰 此教我先微众耳 乃丹书伯曰 陈圣王 智人所依依西零于腹中 足买于享时 得书 以怪之义 又兼令广之次所旁从此中 夜够火 胡鸣乎曰 双隐号 大楚心 陈圣王 足皆夜惊恐 但日 足中往往止目圣 广 圣 广肃爱人 士族多为用 将畏罪 广顾树言欲云 愤为 令辱之 以激怒其众 为果痴广 为建挺 广启夺而杀位 圣左之 并杀两位 照令图属曰 公等御语 皆以施期 当斩 借地令五斩 而数死者故十六期 且壮士不死则已 死则举大名耳 侯王将相 宁有种呼 图属皆曰 竟受令 乃诈称公子扶苏 相宴 从明望也 坦佑 称大楚 为谈而蒙 既以为首 圣自立为 将军 广为都位 恭大则乡 拔之 收兵而恭其 旗下 乃令福离人 可应将兵讯其以东 恭至 F16F 苦 这 桥 皆下之 行收兵 彼至臣 兵车六七百城 齐千余 足数万人 恭臣 臣首令皆不在 独守城与战桥门中 不胜 守城死 乃入聚臣 数日 号召 号召三老豪杰会计士 皆曰 将军身被兼职锐 伐无道 朱报秦 复立储之设计 恭夷为王 圣乃立为王 号张储 于是朱郡献苦秦立报 皆杀其长力 将以应圣 乃以广为甲王 兼朱将以 西基行阳 令臣人 武臣 张尔 臣于殉赵 汝阴人 邓宗殉九将军 当此时 储兵数千人为巨者不可胜数 葛英至东城 立香强为楚王 后闻圣以立 因杀香强 环报 至臣 圣沙英 令卫人周是北殉卫帝 广为行阳 礼游为三川首首行阳 广不能下 圣征国之豪杰宇纪 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驻国 周文 éri claims 连 秦宇红 �achen君试日 诗春深君 自言习兵 圣宇之将军印 西基秦 行收兵至官 车迁成 祖史万 致戏 君焉 秦令少府张韩勉离山 圖 人奴产子 席发乙基储君 大拜之 周文走出关 只屯曹阳 二月于 张寒追拜之 父走敏池 时余日 张寒姬 大破之 周文自警 君遂不战 武臣至邯郸 自立为赵王 臣于为大将军 张尔 赵骚为左右丞相 圣怒 补系武臣等家事 欲诸之 诸国曰 秦为王儿诸赵王将相家属 此生亦秦 不如阴历之 圣乃遣使者贺赵 而喜系武臣等家属宫中 而封张儿子敖为成都军 去赵兵集入关 赵王将相相宇谋曰 王王赵 非楚义也 楚乙诸 秦 秦 必加兵于赵 祭莫如无息兵 时时北训焉地以字广 赵南俱大河 北有艳 戴 楚虽圣秦 不敢至赵 若不圣秦 必中赵 赵成秦 楚之必 可以得至于天下 赵王以为然 应不惜兵 而遣故上古族使韩广将兵北训宴 宴帝贵人豪杰为韩广曰 楚 赵皆以立王 宴虽小 亦万成之国也 愿将军立为王 韩广曰 广母在赵 不可 燕人曰 赵方兮幽勤 南幽楚 其力不能尽我 且以楚之强 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 今赵独安敢害将军加呼 韩广以为然 乃自立为燕王 居数月 赵凤燕王母家属归之 事实 诸将殉帝者不可胜数 周是北至敌 敌人填但杀敌令 自立为其王 反击周是 是君散 还至魏帝 立为后顾宁邻君就为魏王 就在圣所 不得知魏 魏帝已定 欲立周是为王 是不肯 实则无反 圣乃立宁邻君为魏王 潜之国 周是为相 将军填赃等相宇谋曰曰 周章君已破 秦兵且至 我守行阳成不能下 秦君至 必大败 不如少谴兵 足以守行阳 西京兵营秦君 金甲王 交 不知兵权 不可与计 非诸之 是恐拜 因相于脚臣王令以诸五广 献其守于圣 圣使赐田赃储令引印 使为上将 田赃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行阳成 自已京兵西营秦君于敖仓 宇战 田赃死 君破 张涵禁机李归等行阳下 破之 李归死 阳成人邓说将兵居谈 张涵别将击破之 邓说走尘 智人五逢将兵居许 张涵机破之 五逢一走尘 圣朱邓说 圣出历时 C463人秦家 智人董B134 弗离人朱姬时 曲律人正部 徐人丁吉等皆特起 将兵为东海守于谈 圣文 乃十五平军叛位将军 兼谈下军 秦家自立为大司马 厄属人 告军立约 五平军年少 不知兵事 悟听 因脚以亡命杀五平军判 张涵已破五逢 击臣 铸国防军死 张涵又进击臣西张赫军 圣出临战 军破 张赫死 蜡月圣之汝阴 排至夏城赋 其玉庄甲杀圣以将勤 藏荡 誓曰隐王 圣故捐人将军旅臣为苍头君 起新阳 功臣 夏之一 杀庄甲 赋以臣为储 出 圣令至人送流将兵定南阳 入五官 刘以迅迅南阳 闻圣死 南阳赴为秦 宋流不能入五官 乃东至新菜 御秦军 宋流以军将秦 秦传流至咸阳 车列刘以迅 秦家等闻圣军拜 乃立井居为楚王 引兵之方于 御姬秦军祭阴下 使公孙庆使齐王 欲与并立俱进 齐王曰 臣王战败 未知其死生 楚安的不请而立王 公孙庆曰 其不请楚而立王 楚何故请其而立王 且楚首逝 当令于天下 田诞杀公孙庆 秦左右孝父功臣 夏之一 吕将军走 教兵复聚 与藩道应不相遇 宫姬秦左右 孝 破之轻波 傅以臣为楚 慧向梁丽怀王孙新卫楚王 陈圣王樊六月 初为王 其故人常与雍庚者闻之 乃之臣 叩宫门曰 吾欲建设 宫门令欲赴之 自辩术 乃至 不肯为通 胜出 遮道而忽设 乃照建 再与归 入宫 建殿污为帐 刻曰 火 设之为王神神者 楚人未多为火 故天下传之火设为王 由臣设时 刻出入寓意发书 言圣故情 或言刻于无知 专妄言 轻微 圣斩之 诸故人皆自隐去 由是无亲圣者 以诸房为 忠正 故武为思过 主思群臣 诸将训地 至 令之不适者 戏而醉之 以科查为忠 其所不善者 不下吏 辙自至 圣信用之 诸将已故不亲父 此其所以拜也 圣虽已死 其所至遣侯王将相敬王秦 高祖时为圣至首种于荡 至今血时 王莽拜 乃绝 相及自语 下相仁也 初启 年二十四 其继父梁 梁父及楚名将相艳者也 家世楚将 丰于相 故姓相是 及少时 学书不成 去 学见又不成 去 梁怒之 即曰 书族即姓名而已 见一 人敌 不足学 学万人敌尔 于是梁骑其义 乃教以兵法 吉大喜 略知其义 又不肯敬 梁肠有立扬带 请其遇愿曹旧书底立扬育使司马心 以故事皆已 梁肠杀人 与吉避仇无忠 无忠贤士大夫皆出梁下 没有大摇一级丧 梁肠主办 因以兵法不乐兵克子弟 以知其能 秦始皇帝东游会计 渡浙江 梁宇吉官 吉曰 彼可取而代也 梁眼其口 曰 无妄言 足以 梁以此其吉 吉长八尺二寸 立冈鼎 才弃过人 无忠子弟皆淡吉 秦 二世元年 陈盛起 九月 快姬甲手通宿贤良 乃赵宇济氏 梁曰 方今江西皆返秦 此一天王秦时也 先发至人 后发至于人 守探曰 文夫子楚江世家 维族下尔 梁曰 无有其事还储 王在则中 人莫知其处 独即知之 梁乃戒及持剑居外事 梁赴入 于守宇曰 请召及 使寿令召横储 及人 梁换及曰 可行以 及遂拔剑姬斩首 梁持手头 配其映寿 门下惊扰 己所击杀数十百人 府中皆折服 莫敢负起 梁乃照顾人 所知豪力 欲以所为 遂举无中兵 使人收下限 得精兵八千人 部署豪杰未孝位 后 司马 有一人不得官 自言 梁曰 某时某丧 使公主某事 不能办 已故不认功 众乃皆福 梁为快鸡江 即为疲匠 训下县 秦二年 广陵人照平为陈胜训广陵 卫下 闻陈胜拜走 秦将张涵且至 乃渡江角臣王令 拜梁为储上驻国 曰 江东已定 即隐兵兮积秦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息 闻陈胤已下东阳 使使御与联合聚息 陈胤者 故东阳令使 居县 肃信 为长者 东阳少年杀其令 相聚数千人 御立长 无适用 乃请陈胜 胜谢不能 遂强立之 献中从之者得二万人 欲立英为王 义君仓头特起 英母为英曰 自无为乃家父 闻先故未曾贵 今报得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属 是成游的封侯 是败亦已亡 非是所指名也 英乃不敢为王 为其君立约 向氏世世将家 有功于楚 今欲举大事 非将其人 不可 我以明足 王秦必以 其重从之 乃以其兵属良 良渡怀 英不 蒲江君 亦以其兵属烟 凡六七万人 君下批 逝时 秦家已立井居 为楚王 君彭承东 欲以俱良 良为君立约 陈王守势 战不立 魏文所在 今秦家被陈王立井居 大逆王道 乃引兵姬秦家 家君败走 追至胡陵 家还战一日 家死 君将 景居走死良帝 良以并秦家君 君胡陵 江隐儿息 张寒至利 良始别将诸姬时 于凡君与战 于凡君死 诸姬时败 王走胡陵 良乃引兵入靴 诸诸姬时 良前时与别宫相成 相成坚守不下 以拔 皆坑之 海 报梁 闻臣王定死 赵诸别将会学济世 十配公义从配网 居帝八二四人 范增年七十 肃好奇迹 网说良曰 陈圣拜故当 夫秦灭六国 处罪亡罪 自怀王入秦不返 处人连之至今 故难以称约处虽三户 王秦必处 金陈圣守世 不立处后 其事不长 金君起江东 楚风起之将 皆征复君者 以君适事处将 未能复立处之后也 于是良乃求 楚怀王孙心 在民间为人牧羊 立以为楚怀王 从明望也 陈英为上驻国 封武县 与怀王都须台 梁字 好武姓君 隐兵攻抗赴 初 张涵既杀其王田 但于林姿 田甲父自立为其王 但帝荣走保东阿 张涵追为之 梁隐兵就东阿 大破秦军东阿 田荣即隐兵归 竹王甲 甲王走楚 向田脚王走赵 脚帝芒 顾将 居赵不敢归 田荣立但子侍卫其王 梁己破东阿下君 遂追秦军 树时使去其兵俱悉 荣曰 楚沙田甲 赵沙田脚 田芒 乃发兵 梁曰 田甲与国之王 穷来归我 不忍杀 赵义不杀脚 芒已逝于其 其遂不肯发兵助楚 然时与与配 公别公成阳 图之 西破秦军濮阳东 秦冰收入濮阳 配公 与公定陶 定陶未下 去 西略地至雍秋 大破秦军 展礼游 还公外皇 外皇位下 梁起东阿 彼至定陶 再破秦军 于等又展礼游 一清秦 有交涩 宋义建曰 战胜而将交足堕者败 今少堕以 秦冰日益 臣为君未知 梁不听 乃使送易于其 道御其使者高陵军险 约 公将见五姓军呼 约 然 一约 臣论五姓军军必败 公徐行则免 即行则即获 秦果西起兵役 张寒 夜贤没基础 大破之定陶 两死 配公于宇去外皇 公陈留 陈留坚守不下 配公 宇相宇谋约 金梁君败 世祖孔 乃与吕陈聚引兵而东 吕陈君彭承东 宇君彭承西 配公君荡 张寒已破梁君 则已为储帝兵不足忧 乃渡河北基兆 大破之 当此之时 赵歇为王 陈渝为将 张尔为相 走入巨鹿城 秦将亡礼 涉贤为巨鹿 张寒君其南 祝永道而书之宿 陈渝将足数万人君巨鹿北 所谓河北君也 宋义所欲其使者高陵君显见楚怀王 约宋义论五姓军必败 数日果败 军卫战先见败征 可谓之兵以 王赵宋义与济氏而说之 因已为上将军 与为鲁公 魏赐将 范增为末将 朱别将皆属 昊卿子冠军 北舅赵 至安阳 刘不进 秦三年 与为宋义约 金秦军为巨鹿 吉隐兵渡河 楚姬其外 赵应其内 破秦国必已 宋义约 不然 夫伯牛之盟不可以破师 金秦公赵 战胜则兵罢 我成其必不胜 则我引兵骨行而息 必举秦以 故不如仙斗秦 赵 夫姬清锐 我不如宫 坐运筹策 宫不如我 音下令君忠约 猛如虎 逼弃二一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令者 皆斩 遣其子香香齐 申颂之无言 饮酒高会 天寒大雨 士族动机 宇曰 江陆立而攻勤 久留步行 金碎姬名贫 足时半疏 君无见粮 乃饮酒高会 不饮兵渡和音赵时 宇并立姬秦 乃曰成其必 夫以秦之强 攻心造之赵 其事必举赵 赵举秦强 何必之成 且国兵心魄 王座不安息 扫境内而属将军 国家安危 在此一举 金不叙士族而逊思 非设计之臣也 与陈朝上将军颂议 及其帐中斩一头 出令君忠约 颂议与其谋反楚 楚王因令及诸之 诸将折服 莫敢之武 皆曰 首立楚者 将军家也 金将军诸乱 乃相与共立羽为甲上将军 使人追诵义子 及知其 杀之一 使还楚报命于王 王因使使立羽为上将军 予以杀青子冠军 威震楚国 明文诸侯 乃遣当阳军 蒲江军将足二万人渡河旧巨鹿 战少立 臣于父亲兵 于乃西隐兵渡河 已渡 接战船 破府赠 烧炉舍 持三 日凉 世事必死 无还心 于世志则为王黎 与秦军御 九战 绝永道 大破之 杀苏角 鲁王黎 涉贤不将 自烧杀 当事时 楚兵冠诸侯 诸侯君就巨鹿者石于弊 莫敢纵兵 及楚激秦 诸侯皆从弊上关 楚战士无不易当时 呼声动天地 诸侯君人人坠恐 于世处已破秦军 于见诸侯将 入园门 西行而前 莫敢仰世 于游世史为诸侯上将军 兵皆属焉 张涵军极远 与君张南 相持未战 秦军竖雀 二世史人让张涵 张涵孔 时长使心请誓 至贤阳 刘司马门三日 赵高不见 有不幸之心 长使心恐 还走 不敢出故道 赵高国使人追之 不急 新智君 报约 是枉可为者 向国赵高专国主断 金战而胜 高级无功 不胜 不免于死 愿将君熟计之 臣于亦夷张涵书曰 白起为秦将 南并焉 影 北坑马浮 攻城掠地 不可圣计 而足赐死 蒙田为秦将 北竹荣人 开于中地数千里 静斩扬州 何者 宫多 秦不能封 因以法诸之 金将军为秦将三岁已 所王氏已十万数 而诸侯 并起资亦多 比赵高素于日久 金氏即 一孔二氏诸之 故欲以法诸将军以色泽 使人更待以托其货 将军居外久 多内戏 有功亦诸 王功亦诸 且天之王秦 无于智皆之之 金将军内不能执剑 外围王国将 孤立而欲长存 岂不哀哉 将军何不还兵 与诸侯为从 难面称孤 属与申辅辅志 妻子为陆乎 张寒胡怡 因史后史成时语 欲曰 约魏成 与史仆将军引兵度三户 君张南 与秦战 再破之 与西引兵姬秦军 毕临二八水上 大破之 寒实史 建宇 欲曰 与赵军力谋曰 良少 欲听其曰 军力皆曰 善 与乃与蒙还水南殷须上 以蒙 张寒剑与流涕 魏延赵高 与乃立张寒 魏雍王 至军中 石掌始新魏上将 将秦军行前 汉元年 与江诸侯兵三十余万 行掠帝至河南 遂西到新安 一时诸侯立足摇一屯树过秦中 秦中欲之多王壮 即秦军将诸侯 诸侯立足成圣奴鲁使之 卿者辱秦立足 立足多妾言曰 张将军等诈无数将诸侯 今能入关破秦 大善 即不能 诸侯鲁无数而 东 秦又竟诸吾父母妻子 诸将威闻其绩 以告语 于乃赵英部 蒲江军记曰 秦立足上众 其心不服 至官不听 事必威 不如饥之 独语张寒 掌始新 都未易入秦 于是夜积坑秦军二十余万人 至寒古官 有兵守 不得入 闻佩公以图贤阳 与大怒 始当阳军机关 与岁入 置戏西洪门 闻佩公御王冠中 独有秦府库珍宝 亚父范增义大怒 劝与姬佩公 享誓 但日何战 与继父相伯速善张良 良时从佩公 相伯业以与良 良宇俱建佩公 因伯自解于宇 明日 佩公从柏于旗至鸿门谢宇 自臣封秦府库 还君霸上已带大王 闭官已被他道 不敢被得 与亦记解 范增玉害佩公 赖张良 凡快得免 与在高纪 后数日 与乃图咸阳 杀秦将王子英 烧其公事 火三月不灭 收其宝货 略赴女儿东 秦民失望 于是寒声说与曰 关中祖山戴河 四塞之地 肥饶 可都已薄 与建秦宫是皆已烧残 又怀思东归 曰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锦叶行 寒声曰 人未处人目 侯尔冠 果然 宇文之 展寒声 出 怀王与诸江曰 先入官者王其帝 与记备曰 使人致命于怀王 怀王曰 如曰 于乃曰 怀王者 无家五姓君所立耳 非有功法 何以得专主曰 天下初发难 贾力诸侯后以伐秦 然身披肩直锐守势 暴露于也三年 聂秦定天下者 皆将向诸君与吉利也 怀王王公 故当分其帝王之一 诸江皆曰 善 于乃杨尊怀王为异地 曰 古之王者 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 喜之长沙 都称 乃分天下以王 诸侯 于与范增一佩公 业以讲解 幼恶被曰 恐诸侯叛之 阴谋曰 八 蜀道显 秦之千名皆居之 乃曰 八 蜀一关中帝 顾立佩公为汉王 王八 蜀 汉中 而参分关中 王秦将将以聚塞汉道 乃立张涵为雍王 王贤阳以西 长使司马新 顾立阳玉立 常有得于梁 都未懂义 本劝张涵将 顾立新为塞王 王贤阳以东至河 立义为宅王 王上俊 喜魏王报为西魏王 王河东 辖秋宫申阳者 张尔碧晨也 先下河南 迎楚可上 立阳为 河南王 赵江司马昂定河内 术有公 立昂为阴王 王河内 喜赵王歇王代 赵向张尔素贤 又从入关 立为常山王 王赵帝 当阳军英部位储将 常贯军 立部为九江王 藩军吴瑞率 百岳左诸侯 从入关 立瑞为横山王 异帝驻国共敖将兵姬南郡 宫多 因立为临江王 喜燕王 韩广为辽东王 燕将赃图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立图为燕王 喜齐王田 视为焦东王 齐将田都从贡旧赵 入关 立都为齐王 故秦所灭齐王 建孙田安 与方渡和旧赵 安下济北 树成 引兵将羽 立安为济北王 田荣者 贝梁不肯住楚姬秦 已故不得丰 陈于弃将应去 不从入关 然素闻其贤 有功于赵 闻其在南啤 故因还丰之三县 藩军将梅逼陵四帝攻多 故丰十万户侯 与自立为西楚伯王 王良 楚帝九郡 都蓬城 诸侯各旧国 田荣文与喜齐王 视焦东 而立田都为齐王 大怒 不肯遣世之焦东 因已齐返 迎基督 都走楚 是未宇 乃王之焦东 旧国 荣怒 追杀之极末 自立为齐王 与彭越将军印 令返梁帝 岳 乃姬沙 既北王田安 田荣遂并王三旗之地 时汉王 还定三秦 宇文汉并关中 且东 齐 梁叛之 大怒 乃已故无令正称为 韩王 以巨汉 令萧公较等 姬彭越 越拜萧公较等 十 张梁迅寒 宜向王书曰 汉王失职 玉德关中 如曰己旨 不敢东 又以齐 梁返书已语 于以此故无息意 而北姬齐 征兵九江王部 不称即不行 史江江数千人往 二年 宇因使九江王部杀异地 臣于使张同 下说说其王荣 曰 向王为天下载 不平 今进王顾王 于丑地 而王群臣诸江善地 逐其雇主 赵王乃北居代 于以为不可 闻大王起兵 且不听不义 愿大王资于兵 使鸡长山 以赴赵王 秦以国为毕四七二毕 其王许之 应遣兵王 臣于西三县兵 与其并立即长山 大破之 张儿走归汉 臣于迎故赵王 歇返之赵 赵王因立于为代王 与至承阳 田荣义将兵会战 荣不胜 走至平原 平原名沙之 与岁北烧 以其成锅饰屋 皆坑将族 戏鲁老弱妇女 逊其至北海 所过残灭 其人相聚而叛之 于是田荣 帝横收得王族数万人 反承阳 与阴流 连战未能下 汉王捷武诸侯兵 反五十六万人 东法处 宇文之 吉令诸江积齐 而自已精兵三万人 南从鲁出狐陵 汉王皆已破古城 收其货路美人 日至九高会 于乃从消沉积汉军而东 至鹏城 日中 大破汉军 汉军皆走 破之谷 四水 汉军皆难走山 楚又追击至灵辟东 虽水上 汉军却 未除所己 多杀 汉族十余万皆入虽水 虽水为不留 汉王乃与数十其顿去 与在高纪 太公 吕后兼求汉王 反御楚军 楚军与归 与长治军中 汉王稍收散足 萧何一发观中足西一行阳 战京 所奸 拜楚 楚已故不能过行阳而息 汉军行阳 祝永道 取熬苍石 三年 与树积绝汉永道 汉王实法 请和 歌行阳以西为汉 与玉听之 丽阳侯范增约 汉易于尔 经不取 后必毁之 与乃征为行阳 汉王换之 乃与陈平金四万金 以兼储君臣 与在陈平传 向于已故意范增 烧夺之权 范增怒曰 天下事大定以 君王自为之 愿赐海谷归 行位 至鹏城 居发被死 于是汉将寄信诈为汉王出将 以狂储君 故汉王得与树时其从西门出 令周科 聪功 未报首行阳 汉王吸入关收兵 还初晚 夜间 与九江王情步行收兵 宇文之 即隐兵南 汉王兼必不与战 逝时 彭越杜虽 与相声 薛公战不批 杀薛公 于乃东基彭越 汉王易隐兵北军城高 于已破走彭越 隐兵西下行阳城 亨州科 沙聪公 鲁汉王信 晋为城高 汉王跳 独宇腾公得出 北渡河 智修武 从张尔 韩信 楚岁拔城高 汉王得韩信君 刘旨 使鲁婉 刘甲渡白马金入楚地 左彭越共击破楚君燕锅西 烧其机具 攻下梁地 拾余城 宇文之 为海春侯大司马曹就约 谨守城高 吉汉玉挑战 甚无羽战 勿令得东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赋从将军 于是隐兵东 四年 宇姬陈流 外皇 外皇不下 数日将 宇西令南子年十五以上一成东 欲坑之 外皇令设人儿年十三 网说宇曰 彭越强劫外皇 外皇孔 故且将 代大王 大王至 又皆坑之 百姓其有所归心哉 从此以东 梁地时于成皆孔 莫肯下矣 羽然其言 乃设外皇当坑者 而东至虽阳 文之皆争下 汉果树挑楚君战 楚君不出 使人辱之 五六日 大司马怒 渡兵似水 足半渡 汉姬 大破之 尽得楚国金玉货禄 大司马就 长使心皆自井寺水上 就雇其御愿 心雇塞王 与信任之 与智虽扬 文就等破 则引兵环 汉军方为钟离 莫于行阳东 与君志 汉军未处 进走贤祖 与义军广武相守 乃为高祖 至太公其上 告汉王曰 今不及下 无亨太公 汉王曰 无与若惧北面受命怀王 曰为兄弟 无翁及辱翁 必欲亨乃翁 信分我一杯羹 与怒 欲杀之 相伯曰 天下是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不顾家 虽杀之无义 但亦怨耳 与从之 乃使人为汉王曰 天下凶凶 徒已无两人 愿与王挑战 绝此雄 无徒罢天下父子为也 汉王孝谢曰 无宁斗志 不能斗力 与令壮士出挑战 汉有善其设约 楼梵 除挑战 三合 楼梵则设杀之 与大怒 自被假持即挑战 楼梵欲设 与 称目斥之 楼梵目不能是 手不能发 走环入壁 不敢付出 汉王使坚问之 乃于也 汉王大惊 于是与汉王相与林广武坚而语 汉王术与实罪 与再高纪 与怒 拂弩设伤汉王 汉王入城高 十 彭越树返梁帝 绝处梁使 又含信破旗 且遇基楚 于始从兄子向他为大将 龙且为皮将 旧旗 含信破杀龙且 追至成阳 鲁其王广 信遂自立为其王 与闻之 孔 十五摄网说信 与再信传 十 汉官中兵一出 十多 与兵时少 汉王使 侯宫说语 于乃与汉王曰 中分天下 各鸿沟而西者为汉 东者为楚 归汉王父母妻子 以曰 于解而东 五年 汉王进兵追语 至顾陵 赴维于所败 汉王用张良绩 至其王信 建成侯 彭越兵 及刘甲入楚地 为寿春 大司马周应判处 举九江兵随刘甲 迎情部 与其 梁诸侯接大会 与碧该下 君少时尽 汉帅诸侯兵为之数众 与叶文汉君四面皆楚歌 乃经曰 汉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多也 其影帐中 有美人姓于是 长姓从 俊马鸣 追 长旗 乃悲歌慷慨 自卫歌诗曰 立拔山西气盖世 时不立西追不适 追不适西可奈何 于西于西奈若何 歌述曲 美人何之 于气下数行 左右接气 莫能仰世 于是与遂上马 系下其从者八百余人 夜直溃为难出池 平明 汉君乃觉知 令其将冠阴以五千其追语 于杜怀 其能赎者百余人 于至阴灵 迷失道 问依田父 田父给曰左 左 乃献大则中 以故汉追及之 于父引而东 至东城 乃有二十八其 追者数千 于自度不得托 为其其曰 无起兵至今八岁已 身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击者福 为常败北 岁博有天下 然今足困于此 此天亡我 非战之罪也 今日顾觉死 愿为诸君快战 第三圣 斩将 爱其 乃后死 使诸君之无非用兵罪 天王我也 于是引其其因四颓山而为元臣外相 汉其为知数众 与为其其曰 吾为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其池下 七山东为三处 于是与大呼池下 汉君皆披靡 遂杀汉一将 适时 仰喜为狼旗 追羽 与环赤之 喜人马俱精 必亦树里 与其其会三处 汉君不知于所居 分君为三 父为之 于乃池 父斩汉一都位 杀数十百人 父聚其其 亡两其 乃为其曰 何如 其皆浮曰 如大王言 于是与遂隐东 御渡乌江 乌江亭长以传代 魏语曰 江东虽小 地方千里 众数十万 一族王也 愿大王极渡 今独臣有传 汉君至 王以渡 与孝曰 乃天王我 何渡为 且及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而息 今王一人还 纵将东父兄连而亡我 我何面目见之哉 纵笔不言 疾独不愧于心忽 魏庭长曰 吾之功长者也 吾其辞马五岁 所当无敌 长一日千里 吾不忍杀 以赐功 乃令其皆去马 不持短兵皆战 与独所杀汉君数百人 与亦被识于创 故见汉其司马吕马同曰 若非无故人呼 马同面之 指王一曰 此相王也 于乃曰 吾文汉够我头千金 亦万户 无畏功德 乃自谨 王一取其头 乱相 柔岛争与相杀者数十人 最后杨喜 吕马同 郎中吕胜 杨五个得其一体 固分其地以封五人 皆为 列侯 汉王乃以鲁公号藏语于古城 诸相之属皆不诸 封相伯等四人为列侯 赐姓流氏 赞曰 西甲生之过秦曰 秦孝公俱小 寒之故 雍雍周之地 君臣守而窥周事 有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 囊括四海 并吞荒之心 荡是时也 商君佐之 内立法度 物耕之 修守战之辈 外连横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守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祭末 惠文 武 昭相蒙故夜 殷遗策 南取汉中 西举巴 蜀 东哥高于之地 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 惠蒙儿 谋若秦 不爱真气重宝肥饶之地 以至天下之事 何从地交 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 岂有梦长 照有平原 除有春生 未有信灵 此四贤者 皆明智而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重事 约从离横 兼寒 为 燕 赵 送 为 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事 有宁月 徐尚 苏秦 杜贺之蜀位之谋 其名 周醉 陈枕 赵华 楼缓 笛景 苏丽 乐意之徒通其意 吴启 孙彬 待他 梁 王廖 田记 连坡 赵奢之彭制其兵 长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君 仰官儿 恭秦 秦人开官严敌 九国之师顿 寻而不敢进 秦无王使遗族之废 而天下已困矣 于是从散约拜 争割地而露秦 秦有于利而至其弊 追王主北 浮尸百万 流血飘鲁 因历成辩 宰割天下 分裂山河 强国请福 若国入朝 诗及孝文 庄襄王 享国之日浅 国家王室 吉至始皇 分六世之余烈 朕长策而御语内 吞二周而王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 直敲铺以鞭吃天下 威震四海 南取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 相郡 百岳之君 俯首细景 伪命下吏 乃使蒙田北铸长城 而首帆离 却匈奴七百余礼 胡人不敢南下而木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言 以于前守 舵明城 沙豪郡 收天下之兵拒之咸阳 萧峰持住以为金人十二 以若天下之民 然后建华为城 因何为池 拒一丈之城 临不策之川 以为故 梁将敬弩 首要害之处 信陈经族 陈立兵而谁和 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 自心为关中之故 今成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之夜也 始皇继末 于微震于书俗 然而沉舍 问义 逼逼逼神书之子 逼九五一利之人 千禧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庸 非有众尼 莫敬之之 陶珠 依顿之父 孽族行武之间 而免起千莫之中 率罢散之族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勤 斩目为兵 皆干为齐 天下云和相应 迎凉而景从 山东豪郡遂并起 而王秦族已 且天下非小 若也 雍州之地 小 寒之故 自若也 陈舍之位 不齿于其 楚 燕 赵 寒 魏 宋 魏 中山之君 除幽数金 不敌于沟济长沙 世术之众 不亢于九国之师 深谋远虑 行军用兵之道 非己朗时之势地 然而成败亦变 功业相反 何也 逝使山东之国 与陈舍渡长劫大 比权量力 不可同年而予以 燃秦以区区之地 至万成之权 朝八周而朝同列 百有余年 然后以六合为家 小寒为公 亦夫作男儿 七妙度 身死人首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仁亦不失 而公守之事亦也 舟生亦有言 顺盖众童子 项羽又众童子 起其苗亦也 何其心之报也 夫勤施其正 陈舍守南 豪杰风起 相与并争 不可胜数 然与非有尽寸 成是拔其龙母之中 三年 岁江武诸侯兵灭秦 分裂天下而威海内 风力王侯 正遥语出 昊为伯王 未虽不忠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即与被关怀处 放逐异地 而愿王侯叛己 难以 自今功伐 奋其私质而失谷 使霸王之国 欲以力争经营天下 五年卒亡其国 身死东城 上的觉悟 不自责过失 乃隐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 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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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不谬哉